我们看下面 今天要跟大家来学习的 我们看下面的第一章 中风在这个三十七年 有一段的开示 下面呢 中风过世告诉我们 佛佛为心 拆窜平盘 尽从心出出 今天要跟大家来学习的是这一段 上一次我们讲的是心心即佛 下面呢 是讲佛佛为心 这一段经文呢 中风过世啊 明确的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说佛 佛有几个 佛有两个 我们看下面 佛有两个 哪两个呢 一个是古佛 古佛就是指阿弥陀佛了 释迦摩尼佛了 就是以成之佛的 已经成佛了 那一个呢 是肩佛 肩佛是指未成之佛 都是指我们啊 我们现在都是在开始努力嘛 要成什么 要跟阿弥陀佛一样 这指这两个 虽然中风过世为我们说明佛有两个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中风过世都明确的告诉我们 无论 无论 已经成佛的 未成之佛 都是还没成佛 这是指我们现在的 无论是古佛 无论是经佛 他都是一个佛 你看中风过世讲的话 非常有意思 对 无论是古佛也好 经佛也罢 还没成佛也好 已经成佛也罢 我们都可以成为阿弥陀佛 我们都有这个机会成为一切诸佛 都可以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不可以的 这个是从理上来讲 从果上来讲的 所以中风果世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跟阿弥陀佛都是一样的 跟释迦牟陀佛都是一样 跟十方一切诸佛都是一样的 你看释迦牟陀佛成佛在菩提树下 明确的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得相 但以妄想分别而不能成的 我们每个众生都有这个机会成佛的 跟他是没有两样 都是一不是二 他想会让他说假的 自信 何其自信 自信本来清净的 自信本来是有福兴的 自信本来是不动摇的 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我们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 我们跟阿弥陀佛的区别最大是在哪里? 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佛? 那为什么我们到现在 五量节以来 都是凡夫 区别在哪里? 下面中风果是告诉我们 大家要好好听哦 这个很重要了 中风果是告诉我们 我们跟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跟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区别最大的 区别最大的在哪里呢? 在用心啊 用心不一样而已啊 这个很重要啊 用心不一样 以成之佛 就是指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 他们成佛是用什么心? 这个答案大家都知道 因为大家常常听见的人 常常读听的人都知道这个答案 但是你知道这个答案 但是这个答案你没办法留出来 什么样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 他们用的心都是用真心的 什么叫做真心? 用恭敬的心 用他的菩提的心 用虔诚的心 用孝敬的心 用这种的心 来修行成果的 所以他们用这个心来成佛的 那我们未成之佛呢? 就是讲我们这个反复 我们这个反复如果将来要成佛 也不能离开这个原则啊 就是说肯定也是要用这个心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今天我们跟阿弥陀佛跟诸佛福上 区别最大的就是在这个用心的问题 他们用的都是真心 我们用的心是什么 就是烦恼的心 疯别的心 妄想的心 执着的心 所以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怪谁呢? 怪我们自己啊 为什么呢? 不听话呀 释迦牟尼佛 在前面先刚才 已经跟大家讲清楚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得相 你本来都是佛的 就是因为你的忘心 分别的心 执着的心 感到现在这个样子 生生世世无法解脱 生生世世无法了生死 出三界 就是永远用这个忘的心 来修行 来修学 来看待这个一切众生 所以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你要怪谁呢? 怪我们自己啊 所以中文果实讲的话 非常有道理 把我们的毛病 全部通通讲出来 念佛 为什么人家念佛会有成就? 不带万修万人去 为什么现在念佛的人 念得也得人多 念佛的人很普遍 为什么往生的人少? 用心不一样而已啊 你大家去仔细观察一下 你今天念的佛 是用什么心来念佛? 菩提心还是你的旺行 所以今天我们用一个比喻 什么比喻呢? 你看那个诸佛福尚 一生 为什么他们的愿力会这么强?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逆境也好 顺境也好 他们从来都不退转 他们从来都能够尽得其考验 狂风大浪 他们都不会动摇的 无论在什么样境界当中 他们从来不会退心的 是什么样的力量 让他们有这样的坚持 有这样的行举 因为他们用的是真心啊 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的愿力不强? 我们一到境界的时候 考不起 进不起考验 狂风大浪一来 受不了 就退心了 一到境界的时候 不断的都在退心 不断的都在痛 都在退转 什么样的原因呢? 用心不一样吗? 这边我们有没有去观察? 有没有去思维? 为什么我们跟佛佛上不一样? 佛讲得很清楚 我们其实跟阿弥陀佛都是一样的 跟释迦牟尼佛的一样 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清楚的 所以啊 尊敬的最统修大德 讲一句心里话 我们今天我们的毛病 我们每个人都有毛病 我们的毛病从哪里来的? 佛讲得好 一切法为心造 都是从你那个心而来的 比如说 今天你的心不善 什么事情都会出来 今天你的心善 就是讲你的智慧 你的亲近性 什么事情都能够化解 今天为什么我们无法化解 化俗种种的烦恼? 因为你用的心不一样吗? 我跟大家来讲一个故事 这个是我在读书的时候 读书的时候呢 我遇到很多一些困扰 让我很烦恼 身后 你不准备 我忘了 你不错 我装着你 尊敬的 在诱 我